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场景都此生难忘 这起案件震惊了当年的台湾社会 让外界无法想象 他究竟怎么会对亲生骨肉下手呢 不过这一名简性妇人的丈夫 在悲痛之余还是非常的心疼妻子 一直认为她是罹患了产后忧郁症 才会导致了这一起悲剧发生 但就在点方向这一名妇人进行征讯的时候 案情有了惊人发现 意外地牵扯出长达十年的婚外情 怎么回事呢 难道这一名母亲砍杀自己的亲生骨肉 会跟这一桩婚外情有关联吗 事情的真相 更让当年为了妻儿过好日子 兼差两份工作的丈夫 完全无法接受 因为小男婴何其无辜 一条小小的生命就此没了 这一起杀阴暗真相究竟为何 带你一起来看 女子监狱外笼罩着一股不寻常的氛围 说也奇怪 监狱内每到睡觉时间 总有寿行人隐隐约约 听见小婴儿凄厉的哭声 她来脱胎的时候 在女孩子的肚子里面 一个月以内就产生一个脸 产生阴连 你如果把她堕胎 把她杀死 等于是杀人 怎么回事 会是幻觉吗 还是真有阴灵作祟 你就把她从她的身上 把她插下去 她的灵魂在挣扎的时候 等到她的断气的时候 她灵魂跳出来了 然后她灵魂跳出来的时候 她一定会随时随地 跟着妈妈的旁边 这种烟气是实际没有办法原谅的 我们临床有听到说 有一个做妈妈的 然后我们会把一个 才四个月大的婴儿 砍了51刀 我相信我们都会 一般人可能都会用丧心病狂 来形容这样的状况 那当时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 其实是蛮惊吓的啦 就是一个小婴儿真的很小 就几个月大而已 然后就是变成没有生命这样 然后满身都是血这样 整个胸口就是几乎 就是被利刃给反复的穿刺 怎会如此凶残 让在现场的见识和警察都惊吓不已 我记得是在六月底啦 那天气其实很热 然后现场是在公寓的五楼 所以我们趴了五层楼的公寓 到达这个现场 所以你打开卧室的门之后 你会先看到的是 眼前有一张婴儿床 然后婴儿床上面的蚊帐 还有地上都有看到一些血迹 该是最温馨也最安全的婴儿房 怎么瞬间成了冷冰冰的凶暗现场 双人场上面是铺着竹席 那竹席上面有 就是死者的大体这样 然后死者大体旁边 有一罐奶瓶跟一把水果刀 铺着竹席小小奶瓶 还有婴儿刚使用过的痕迹 对比一旁摆放的水果刀 上头进海沾满了血痕 我的记忆大概也有15刀以上 是整个穿刺到背部去的 所以其实不只小婴儿的胸口是 就是太多刀傷导致整个血肉模糊之外 其实它的背部 你可以看到很多穿出的刀傷 那整个背部其实也是血肉模糊 基本上这个穿刺的力道 都是很猛烈的 心脏 肾脏 肝脏 肺脏 都有穿刺的状况还有肠道 光听就令人心疼 但会是谁下如此重手 台北县板桥今天凌晨 发生了一起家庭悲剧 一名年约三十几岁的母亲 是狠心地用水狗刀 来杀死自己四个月大的男婴 身中五十一刀当场死亡 令人难以置信 到底是什么原因 非得要亲手结束孩子性命 这个死者的妈妈 就是这次的犯贤 然后她因为产后精神 一直状况不是很好 就是有类似产后忧郁的状况 更严重的是呢 可能在忧郁症会严重到 有精神异常的状况 精神异常的时候 就是会产生幻觉 会产生妄想 那这些可能的时候 会合并出现一些伤人 或者智商的行为 原来这位妈妈 长期精神状况不佳 甚至曾多次尝试亲生 但都被阻止 这名母亲呢 疑似是因为产后 不想要带小孩 想要出外工作 跟这个老公之间 发生一些口角 今天凌晨 是因为情绪失控 把自己的亲生儿子 狠狠给杀死 在刚刚呢 这个小男婴的这个遗体 也已经被送了下来 我们看一段现场画面 没能来得及长大 就被亲生妈妈结束生命 当年的招魂铃声 一生生的重击着家属的血 四个月大小男婴 竟然是遭到生母横砍 这怎么下得了手 原来当时后 这名凶贤 简性妇人 她罹患了产后忧郁 也让外界相当的同情 不过真相 真是如此吗 案情就在检察官赴训之后 有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发展 她在检察官立庭 庭训的时候 她跟检察官坦白说 她觉得好像这个小朋友 不是她的混身子女 就是可能她另外外面 就是外面有其他的情人这样 所以她有担心说 这个小朋友将来 如果生事的事情 被她的丈夫知道了 对 所以她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 所以她才做出这样的事情 真相水落石出 原来这起家庭悲剧 竟是源自于妻子 长达十年的外遇 原来简性妇人和她的丈夫 在大专时期就是班队 两人交往多年步入礼堂 但在毕业后 她先行出社会上班 竟然在公司爱上了已婚情夫 两人竟因为借钱 借出感情来 这段婚外情长达十年之久 时间来到2008年5月 某天她在和情夫发生亲密关系后 回家再度和照夫亲热 结果竟然怀孕了 但不能确定孩子的爸究竟是谁 这个隐忧从此埋在简性妇人心里 成了未爆单 隔天就是范贤的哥哥跟妈妈 就来到家里 想要就是看一下这个范贤 她的精神状况 那但是就是叫门的时候 都没有人回应 对 那最后是当这个范贤的哥哥 把这个门打开的时候 就是…范贤他自己把门打开 然后他身上也是 就是双手 好像是双手还有胸口都有伤口 然后他自己自述说 他把小朋友杀了这样 我们不会也就是说 有些人可能在他的想法中 如果说想要除之而后快 所以觉得他很碍眼 他会造成我很多的问题障碍 那他可能就满腔的怒血 然后负面的情绪发泄出来 然后就用这样一刀一刀的去发泄 把青生骨肉当成证据湮灭 这何等残忍 他是活生生的 他怕 他是怕这个男人知道他是 你这个种不是他这个男人 他只有一个误会变成误杀 他活生生把你杀了 那这种 这种厌弃是非常凶恶的 但是其实胸前他自己也是 他在行凶后他有自残 所以他的手脚还有胸口都有 就是致命的刀伤 所以后来就紧急送椅这样 在台湾的案例里面 就常常知道妈妈带着小孩子 供妇皇权的一个悲剧发生 前妻妇人最后被成功救回 但这一场杀鹰计划 难道已筹谋多时吗 更令人好奇的是 这位孩子的生父究竟是谁 捷芳也做了DNA鉴定 确实厘清这个可怜的小男婴 的确是她和丈夫所生 但悲剧已无法挽回 家属心碎 减薪妇人的丈夫 当时更兼了两份工 就是期望让妻小过好日子 实在万万没想到 妻子的精神状态和情感状况 比想象中更棘手 我觉得每一个就是新生命 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它的意义 也都是很珍贵的 那既然要为人父母 就是我觉得你要让自己的身心健全 那这样子你才可以去 陪伴这个小朋友长大 减薪妇人最终被判刑七年定业 情妇则是被妨害家庭 判刑四个月 但这条宝贵的小生命 从此回不来 更是家属心里一辈子的遗憾 台湾大戴旗五堂半会议 各位好我是俊向 我是雨昕 台湾大戴旗长期以来 为大家搜罗全台湾的重案 还有那些难以理解 不可思议的奇人奇事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YouTube会员 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你在加入会员之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专属的徽章 就可以跟着我们来看 全台湾更多非常离奇的社会案件咯 台湾大戴旗 您的家居是给我们 最实质的鼓励跟支持 啊 五堂半会议 赶快动手加入我们的会员吧